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真的被追封者阿文跳楼这一段刀死了 原来追封者阿文的大名还是隐藏刀 阿文的大名叫文有田 可他一辈子没有田 没有乌 也没有自己的黄包车 只有在周一家租的那张小床铺 故事开始的起点是阿文送魏若来去央行 故事结束的终点 是阿文的生命终结在了央行楼下 阿文到死也没有穿上魏哥的皮鞋 魏若来在这个无亲无故的上海滩 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真心真意对他好的阿文跳楼 你让他怎么回去面对他的信仰 在魏若来 一声声我帮你海里 我真的哭得好崩溃 他是真的在用生命嘶吼 想留下这位至交好友 王一博原声台词真的惊到我了 最好的兄弟阿文在自己面前死的这一刻 已经成了压倒魏若来的最后一根稻草 急切的嘶吼 情绪感染力好强 害怕阿文跳楼的情绪迎刃 亲眼目睹阿文跳下去后的心思 所有的情感层层递进 王一博 真的用演技证明了自己 故事的开头 阿文在央行门口给了魏若来一个护身符 故事的结尾 也是在央行门口 却已物是人非 我猜到了阿文会死 但我以为是为组织牺牲 而不是现在这样 被逼上绝路 那种信仰崩塌时的挣扎和痛苦 被王一博表现得淋漓尽致 阿文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好的朋友死了 还是死在他面前 还是死在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央行 我现在等魏若来去江西的心情 就和当年等速速跳竹仙台的心情一样 追风者阿文跳楼这一场戏 让我梦回了2019年陈情令 难忘记看着魏无羡坠下悬崖的画面 魏无羡掉下悬崖的片段 真的让人悲痛欲绝 当时魏无羡正身陷重重困境 被厉鬼反噬 无力自保 江城率领世家子弟前来乏魏 而魏无羡正试图销毁强大的鹰虎符 但未能彻底完成 周围的人都渴望得到这邪念深重的法器 局势越发紧张 就在这一刹那 蓝忘记以极快的速度冲向魏无羡 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试图把魏无羡拉上来 然而当时魏无羡以心如死灰 对生存失去了所有的渴望 他凝视着蓝忘记 请求他放手 最终 魏无羡挣脱了蓝忘记的手 坠落向了深不见底的悬崖 蓝忘记眼睁睁地看着魏无羡掉落 眼中的星辰也随之陨落 那一刻 他的心痛到了极点 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 尽管他内心可能也想随魏无羡一同跳下 但身上的责任使他强忍住了冲动 魏无羡的坠落 不仅是对他个人命运的终结 也是蓝忘记心中无法弥补的伤痛 在接下来的十三年里 蓝忘记独自承受着思念的实心之苦 用各种方式怀念魏无羡 甚至在床底下藏了魏无羡喜爱的天子笑 魏灵十三年 等一部归人 在陈情令中 王一博饰演的蓝忘记 深情隐忍 清雅贵气 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是活生生的人间妄想 王一博成功地捕捉到了蓝忘记这一角色的精髓 无论是面对魏无羡时的微妙情感变化 还是在危机时刻的果断和勇敢 他都表现得非常到位 他的眼神深邃而富有层次 能够将蓝忘记内心的挣扎和矛盾完美地呈现出来 使得观众能够深入感受到角色的情感世界 特别是在于魏无羡的对手戏中 他的表演更是达到了高潮 让人看到了他出色的演技和与对手的默契配合 年仅21岁的王一博 用自己生动的为表情 复活了原著小说里的蓝忘记 满足了大家对这个人物的所有想象 也让蓝忘记这个角色过去这么多年 依然让人难忘 2019年惊艳众人的少年 在2024年再一次用演技让大家眼前一亮 有天赋又努力 对待演员这个职业 低调谦虚又炽热喜爱 王一博值得大家的喜欢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感谢您观看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